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谁在说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一对夫妻 这对夫妻本该有一个幸福和美的家庭 但是在2012年以后 自从她的丈夫远离了家乡 独自去外工作 这个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近妻子甚至想到了要离婚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还是先把这位妻子请上来 来 掌声有请 我听我们编导说你们是远道而来 我是内蒙的 看来这事情是非常非常紧急了 是 要不不可理喻的一个人 要不还就能做出极端的事来了 您是说的是您丈夫吗 对 她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 不可理喻 做出了极端的事情 我也反正就想跟她离婚 你想离婚 离婚 坚决地要离婚 坚决离婚 因为她所做的一些事情 让你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 那你请坐好 我想问问你 这个男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不可理喻的男人 调我电话单子 就说我给男同学打电话了 打电话呢 问我十秒钟说啥了 十分钟说啥了 那你说谁能记住这些事啊 当天问你啊 那也不见得记得 他都是一个月两月 那么给你调单子 调完单子就问你 反正我要是跟男的说话 跟男的说话也是跟男的有事的 男的要上我家去办点事去呢 他也是跟男的也有事 那这个电话单只显示电话号码 他怎么知道哪些号码是男的 哪些电话号码是女的呢 我的手机里不存着呢 存着那个姓名呢 也就是他把这个电话号码调出来以后 还要一一去对应 核对 我都配合他核对 配合他去找这个人 配合着 不配合 他就给你租一下就没完呢 有时候都停机了 有时候电话单子不都 就是调完了 他都不都停机了 一个月两个月的人都停机了 就找不着这人了 我就说这个号码就是单独跟我联系的 他就这么说 先生你好 调电话单这的确是您的所为是吗 是是 有了事 干过这事 干过多少次 调了两回 两次 然后的确是像女士说的那样 把电话号码都要跟她的通讯录里面的 所有的人去一一核对吗 特别频繁点 往那个我核对一下 我看一下吧 您会把她电话单里面所有通话 比如说超过五次以上 比较多的单拎出来 然后一一的去问这个人是谁 对 就比较多的 他电话里头 他电话单里头没有这个电话码 没有没存这个文明 完了他联系比较频繁 十个以上的 有个四五个 就这种的我问他 那我想问问您 您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问题我这几年 在外面回家 就四五个也回了一张 有时候半年回来一次 对我非常冷淡 就是白天 他基本上就回 天天回回娘家 回娘家就躲 我认为就是躲着 你看我半年不回来一次 应该比较 比较什么吧 比较时间不回来 就没一点 那个亲近的感情吧 他成天不落家 往他晚上回来呢 还把我姑娘 跟我姑娘在一堆一块睡 搂着姑娘睡 我就跟你想亲近一下 那个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就感觉 他对我太冷淡了 我这么说 因为这个 我说那个掉下胆子 我感觉 就不正常吧 丈夫他的起因 他告诉我们说 他的确是有一些猜测 猜疑 他这种猜疑 是来自于回家以后 您对他的冷淡 冷淡 你就说 那一个五四岁的一人 能有这么个热情法 就是平常过日子吧 还能有什么过分的想法吗 你说 想象不到他这个人 我真想象不到 据王女士讲 丈夫近几年都在天津工作 几乎半年才回来一次 之前两人生活还算平静 但是自从去年 丈夫却像变了一个人 甚至背着自己去营业厅 调去通讯记录 而通过主持人密室连线 丈夫张先生对于妻子的怀疑 似乎很有依据 那么到底是丈夫离家期间 妻子真的有事隐瞒 还是丈夫无中生有呢 然而 让妻子王女士更不能理解的是 丈夫的行为越发过分 不但调查自己 甚至还跟自己的父母 发生了冲突 他不光是对您这样 他对您的父母也很过分的一些行为 过分 就是一号不去了 就跟我爸就干起来了 老人多大年龄了 今年 77 因为什么 就要我回家 因为您当时回娘家了是吗 我当时回 我回我妹子了 关键是我爸我妈呢 头呢 那个 打起来就很难受 想起那天发生的事情 王女士至今心如刀割 因为她万万没想到 丈夫会跟自己八十多岁的父母动手 那么 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爸 我爸 四十多 八十来岁了 头 头呢 我哥也是 没了 头五十多岁 就没了 就死了 今天我妹夫 我妹夫就死了 家里 就我们哥啥子 哥也没了 妹夫也没了 就不就是我爸和我妈了吗 现在我爸和我妈呢 就 就是我妹子养的 我妹子 是小学老师 小学老师还供一个上大学的姑娘 我这是在那个 在别的城市 给我姑娘看孩子 她不就是 追着我回来吗 追我回来 你这是 这一年 就是一个电话 一个电话 就骂我 在电话里骂我 就是骂这些 不容听的吧 我说你也别骂我了 我拉一下 回家去给你解决 这个事 拉一下 我回来 我就没回家 我就回我妹子家了 但是我爸和我妈 就在我妹子家 就这个一号 他就去上那个 上我妈那去找我 叫我 我都已经要跟你离婚了 你再去叫我 要我回家去干活去 我就没去 回去呢 我爸呢 可能旁边听着挺来气的 我爸是我爸先骂他一句 完了他反抗他就骂 骂上去呢 他就动手就打下来了 打起来 我和我妈 还有我姑娘 我就拉着 就往外推的 往外推的 我们根本就不想动手 也没报案 就那个把他往外推 往外推的 这一天他跟我爸打起来 把我爸这脸 这头我都 都打坏了 这是他第一次对老人动手吗 第一次 但是骂是以前就骂过 天哪 要我和我妈断绝关系 断绝 那个 那个一说我哥没了吗 这不是 还发哑哑他们的 又不倒是怎么的 就是那个 要我跟断绝关系 我妈就和电话里 就这么骂 他说 你要是和你妈断绝关系 我就跟我姑娘断绝关系 她反过来当初就骂我妈 他就直接跟你妈妈说 让你们断绝 婚女关系 打电话给你妈妈说的 怎么说的你知道吗 你总招呼你姑娘 那个回家干啥 我妈说的 你姑娘的孩子有病 她才打电话问我 我才给打的电话 打的电话 这么着才联系的 那个 那又说他 你还打电话干啥 你都不要我们断绝 母子关系了吗 她说断了吗 我看咋没断呢 那电话咋这么频繁呢 你电话频繁 我妈她为啥给我打电话 我哥没了 我妹是一个老师 她没有过过 她家办点啥事呢 就是有闲着时间办 总就是那个办点啥事 求个粮补来 农村求个粮补来 什么补来 上邮局或者办点什么事 我妈 他们都数字大了 都叫我去办点 推一下先生的话题 先生 听着呢 的确是对老人动手过 动手过 但是我喜欢说这个 它不是实际 动手这事有 但是呢 我先说那天情况 比如我喜欢回去 她想尽量好处吧 还有那点想法呢 我跟我姑娘说 我说要你妈也回去 我姑娘说 我妈这样 已经要跟你离婚 还能回去吗 我说那有啥不能回去 我说也没离婚 有啥不能回去的 就这么句话 我别的还没说呢 我老张 就在床座 就站起来 当时就骂我 就不回去 看你能打的 这么晚 我就还准骂去 她妈我啥 我也还准骂去 然后我老张 就把床底下 有这么长一个棒 就抄下来 奔我打出来 把我打出来 刮了一点 我哥手抓住了 我抓过来 抢着棒 后手这娘啥子 我老张母娘 我媳妇 还有我孩子 三个人过来 全嫩着我了 实际那天我吃饭 但是说打到 已经没打到的 等我这脸 整个这脸上 现在牙都掉了 牙打掉了 来来先生这样 我听您这么描绘呢 这个场面 我相信您跟您老丈人 您丈母娘 绝不是第一次这么无礼 要是第一次 这么无礼的话 我相信老人 不会这样说话的 也就你以前肯定 跟她动手 一回没有过 就是第一次动手 不光是动手 不是骂人吧 就是有两回 妈也是 有一回老丈人先骂的 有一回老丈母娘先骂 我婚女对我承认 但是我先骂人的时候 一致没有 那我再问问您 你有没有跟您的丈母娘说 让您的爱人 跟她断绝母女关系 你这话从来没说过 从来没说过 对我说 咱们才没有撤谎 你可以撤谎 所以我要说 让她们断绝关系的话 你怎么罚我都可以 你有没有打电话 跟您的老丈母娘说 您把您女儿 弄回去干嘛 是对我说过 说过 那你有没有 跟您的爱人说过 说您回娘家 都是干一些 不正当的一些事情 有没有说过 我问她 我说那个 我问我那个傻子 回家都干啥 我喜欢她 我们两家里进 天天基本就涨家 只要我一回家 电话就过来 一回家电话就过来 一天 有是不是就五六个电话 四五个电话 天天的 我问老娘 我说爸 你家都有傻事 天天有傻事 你就让大家回去了 我说咱们娘说 那还有事 我说傻事 那你都傻事 你就说啥事 就说半天 举不住一个例子来 那天天这么多事 那我举着一个两个例子来 也举不住来 像刚才我媳妇说 举个例子 什么取离宝啥 我说咱们娘 一个事举不住来 我说那天天干啥去 我没明说干啥 但是我心里 只能是那么写实的 但是你也知道 他们家的情况 他哥哥去世了 妹夫也去世了 还带着一个孩子 那家里可能 妈妈会认为 因为你也不长期不在家 这一个女儿 能帮到父母的 天天在身边围着 老人有这个需求 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些呢 这我考虑正常 问题啥 就是我大学哥活着时候 我妹夫活着时候 也是经常这种情况 也天天电话听 就是原来都正常的时候 也是天天这些电话 也是天天 我媳妇也天天涨价 一个父母 天天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 您觉得有什么不妥是吗 不是不妥 问题 他太频繁了 猜忌暴力 丈夫为何会突然变得 如此让人不能理解 那么在丈夫离家的 这两年间 妻子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 现场的主持人和专家 对于这对夫妻 似乎有些猜不透 我特别想问一下 这位女士 您的丈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这样的一种行为 就不光是猜测您 还会攻击您的父母 怀疑我生活中风就是 这两年是比较严重的 头前以前 也就是以前没有那么严重 以前对没有严重 但是他这人就是多疑 你跟男的说话 他也说你跟着 男的在你家创门 他也说你 他也是说你奔着我去的 结婚以后 他就是这种小心眼 就是小心眼 就是小心眼 就是多疑 就是啥 但是他越发邪乎了 王女士说 就是那个就是没有不计免的 炮 往往回那这几号我回博 不是不接的 就是那个停机了 您觉得您的爱人 是会背着你干一些 对不起你事情的人吗 我感觉应该对我就是没有 就是这夫妻天没有这么 这么冷淡的 不像他说那个 那我把人家两个孩子上大学 给他还买一吃饱 那不得经常赏他一生了吗 这花学也挺大 我不拼命来外干 家里也开销也不够 你拼命这些干 具体你年年都收入多少钱 你这个还不会没有收 那有数 其实您大概在外面 一年能挣多少钱 那几年吧 一年也就是不到一档的钱 那个工资低 现在工资高了 第二年工资高了 那你是几年没挣钱了 你说你说你几年没往家 就是你整这个 几年没挣钱了 今年有数 出钱有数 都记账 你看看你挣多少钱 那不是都知道吗 你挣不挣钱 我出来也没 这些年我没 就是没找过 没找过去干 没想说 家汉家汉穿一汉 你得干 你都不干 那可不 家汉穿一汉 那你不穿 那你当 你三位男的汉大战 你不挣钱 还得老婆出去 哪年我不出去打工去 也就是说先生 其实您现在在外面工作 对吧 一年也拿不回来什么钱 这两年 特别是出来工作以后 也没为家里贡献什么 刚才您上来 就是说 我天天在外面干 我要供三个 两个大学生还供个低保 好像感觉您在外面是拼死拼活 是为这个家一样 那我一问的 一年收入还不到一万块钱 那也就是想为家 其实也为不了太多 对吧 是头几年 但是呢 就是您在外面所有做的事情 可能养家都很困难 但是他们在家呢 守着这个家 包括还守着年迈的父母 在您看来呢 就是有很多的不安全因素 我这两年说咋没挣钱呢 我做一种那个 就发明一种产品 就从楼上发生火灾 从楼上下的那种产品 就是咱们这个 玩发明不讲的那种节目 也是连续发明的 它不出上百分之三十 就出入六千万 就那种产品 这就是您研发的产品是吧 看天津的 这个天津新闻还 每日新报上还报道过 这报道是您 对 看来看到是您 初中文化农民工 亲自跳楼 二百多次研发逃生器 最终获得国家专利 这是您研发的一个专利是吧 这是我做的专利产品 就这二年吧 做这个 所以基本上你没挣钱 原先说挣钱 这二年做这个 就没挣啥钱 您在天津专门 潜心研究这个 不是 已经研究成 去做这种产品 现在做呢 在做了 已经有人跟您投钱了 是吧 对 那现在应该开始获利了 没获利 没卖一个有两个证 要不我跟他 染这么大元气呢 不是 这些我受的伤害太多了 你看他刚才都不说 就是说跟我岳父干账的时候 他都轻描淡写 说你看谁听 好像我在都不听 就好像我去找查干账 我刚才不说 那你不找啥呢 你上人家干账 不是 我上人家不说 不是要找我姑娘包的包的包的包吗 找市长吗 你到屋就是要我回去 我已经都跟你 不是咱姑娘咱俩说 一般说我爸干账 一般我妈跟我妈下来 我妈说 那你快回家吧 我去帮你包的 你听我说 要不你先你说 你看你刚才你都已经说了嘛 你说我没打断 你后来我一直没打断 那你打断你说吧 你看我说 我说你看哪个我说不对 你可以打断 是吧 我说那个啥 叫你妈回家 那个我妈这跟你一回家 他还能回去吗 我说那有啥不能 现在不没理你吗 是不是这种话 我没有调好 完了 那个老爷在那边歇了 他不怕帮我抄去了 帮我屁股了 我还准骂的 是不是 是你还准骂的 那我还准骂的 你骂完他拿着棒的 对我爸还能拿着棒的 是我爸拿着棒的 那你们几个全上来 不是 全上我们几个要是上的 我不往外推你 就是嫩着我要是嫩着你手 或者我妈 或者我妈 嫩着你手 你可能打着我爸吗 我们师傅 你看我这牙 你牙你不是说你这个 整个掏腾器前 磕掉反过不牙吗 这个是磕掉的 这个里边的牙不是 那我这具体是 谁知道你哪个是真的 刚才读了您的这个文章 就刚才这个 我查了一下 您研发逃生器这个事 还确实谈到了 您为这个逃生器 就是多少次 从30楼层上下来 用了98秒 完了呢 磕掉三颗牙 然后您那个逃生器的 这个灵感来源是 因为您是一个木工 然后在农村 看那个鹿鹿 获得了灵感 哪三颗牙 到底是说 研发逃生器掉了三颗牙 还是刚才妻子说的 哪颗牙 不是 逃生器牙是这三颗 这门牙这三颗 就是现在一看的这三颗 这三颗 打掉是里边的 跟这个没关系 这是里边 现在那颗 那妻子认吗 到底这牙 您认吗 您对她这个研发逃生器 您了解吗 或者了解她 这个她报纸上 您知道是吗 这知道 就是打掉牙 我们刚才从网上 把您先生的一些 光辉业绩都查到了 那您就是说 能不能说 看在她是一个 挺有偏才的 这么一个份上 对她的一些行为上 多增加一点理解 或者了解 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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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说实话 往往能够做出一些成就的人 很多都是有点不可理喻的 我想问一下 我看报纸上 登的是 就2014年9月27号报道的 是吧 您的这个研发成功 是什么时候成功的 13年1月 13年1月份就研发成功了 就获得国家专利了吗 获得专利了 您把那专利书 给您二人看过吗 看过 我知道 拿回去以后 您感到惊讶吗 不管惊讶 它已经都16年了 它一直就鼓头 它一直在鼓头 一直就鼓头这个 就是从03-04年 就一直就国家 小大小大 鼓头这个 一天买个螺丝了 买个铁了 买个啥就开始 不感觉到挺惊讶 但那会儿 它不是没鼓到成功吗 没有 我刚看它年花九年 然后还挺钦佩它的呢 刚刚读那个文章 我还挺佩服它的呢 我喜欢说的 您可看不起它 我不是说看不起它 我不是说看不起它 所以我想问问它 就是当您 它把这个拿回来以后 那一瞬间 您是什么样一种感受 我觉得它脑子挺好使啊 就感觉这个 我觉得它九年的研发 终于有了一个回报 这专利也不是 它也不是说 这一个两个了 以前那也有过 小打小闹 这也有过专利 不感觉它也挺什么了 你就感觉 这脑子挺好使 在村里面 特别多人 都发明创造吗 你们那村里 没有 没有 你还怎么说的 那么轻描淡起 还是你们家 这亲戚里面 有的是发明家呀 没有发明家呀 对啊 那为什么我们都觉得 我们见过很多发明家 但是我们对这个农民的 这个初中变的农民的发明家 我们还真的很钦佩的 我不感觉它怎么的钦佩 但是我就知道它脑子挺好使 其实你是不是就是 从压起根就没太瞧上去男士 我怎么觉得你还不去特别爱他呀 我不是说他对你好不好 但是说 我刚结婚前 刚结婚前 我俩就发生点矛盾 矛盾呢 那是胡说的 咋能是胡说的 不是 打准下这个承认 不是打准下这眼珠 这大眼珠都是觉得 我怀孕 我怀第二开钱 都是五个月 这不是十一吗 妻子我想问你一下 他为了做试验 动不动就从三十楼往下跳 就是您担心过他吗 担心呢 非常担心 那您向他表白过吗 你说老公 电话里也问呢 他上苏元就去卖去了 我一个电话 一个电话 问到过后呢 反了 有时候打不通 苏元是吉林省 我们不是内蒙吗 然后我就说 我说的 咱们这是那个什么吧 卖油吧 他说那赶紧挂了吧 一会儿我跟老姨 换机 那个坐机 给你往回打 然后我就等着他坐机 就是等着一阶段 我姑娘从包头 也打电话过去 就问他 问他说 我爸到底卖了 是从楼上啥 我说别动给你爸打电话了 说你爸这万一 在那安装前 下了钱 还是安装呢 还是接电话 再危险了 变得什么 总说等着放十点来钟了 那个等他要安完了 咱们再打电话 问问他 到底是怎么着呢 其实一直等他回电话 因为怕他这个操作期间 打电话的分心嘛 很担心 小学长 小学长 我想问您一句 您发明这些是为了什么呢 您为什么要搞这种科研 然后 是吧 我这从 不生命危险 03年吧 咱们那个 摩斯科的民俄大学 发生火灾 烧死人 中国留学生 烧死人失散 七十个 所以那个跳楼 摔死了好几个 还有那个烟呛死 受伤的 外国人有什么不说 有些中国就十多个 然后那个开那场报告 还有一个 04年有一场 就是今天一场 中百长沙着火 超市五十个人 也是八十多个人 跳楼 摔死十多个 还有七十四个人受伤 我就看那两回报告以后 我就下期间发明这种 就发生火灾 不需要冲楼梯楼了 直接冲楼梯就下来 就那种 从那时开始 一次是改进 说明您有这种 救死扶伤的精神 然后也有善良之心 同时您可能也有相应的 能够有技术发明的 这些技巧 您的手艺 那为什么家庭过成这样了呢 我们都能去爱那些 比方火灾逃生 地震逃生 危难逃生 那为什么家里头 你理解一下妻子 难道就很难吗 我洗手报 我做这个 这些非常不吃 我就会 平常要十二十块 买点螺丝 买点铁 我洗手都不吃 你看我挣多少钱 我一分钱也不舍不得花 你看我说 我说吃车票 我不会 烟酒茶糖 我都不会 我洗手 你不会 你没那两下子 因为会议是有能力的 有水平 你不会没能力的 我就非常听这话 我就非常刺耳 这是他哪干脏家 我说的 他比喻我妹子 我跟你要钱 都不给我钱 我说我这些 你看车票 有啥的不会 烟酒茶糖 我还不好穿 不好吃 我说那些我不会 我就要点钱 买个紫花二十块 买我这个东西 他不给我这么说的 这句话是我现在说的吗 但是我觉得 有些事情应该就是 把基本的这个家里的 这个生活先解决了 我家里生活 基本就是玩家孩子好 就是我喜欢好 基本上就没 没缺着生活方面 没缺着我 问题啥 我虽然没挣那么多钱 但是我父亲 他比较 就不是在 我坐这方面支持我 坐这方面 我媳妇也是 你家里的花一分钱不值 我说我爸说我这玩意 你那玩意五百块钱都不值 我坐这玩意 他们都不支持我 但是在别的方面 我爸和我妈都很支持我 就在生活家里 和生活方面 我家钱基本上 就我爸有十几万 就搁在我手里 那不都往家庭用了吗 我妈那时候也经常帮着我 这么多年 其实就是让您的父母 在贴补您的生活 对不是我父母贴补 然后您在坚持自己所谓的梦想 但是我家老爷子 一直就跟我们过 嗯 明白 但是我刚才听到一个细节 就是您的女儿 其实在 还是用助学金贷款 完成了大学读书 贷款但是也没有她还 细节是说 一直我给还的 我觉得其实他们两个人 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在这个交友的过程当中 那女士是一个 非常粗欠条的人 就是好多事 就是咱差不多就得了 你问细节的时候 她不会讲得那么详细 您可能就是说 普普通通过日子的这么一个女人 咱就把这个日子过完 过好的就好了 但是您先生可不是这样的人 您先生是一个感受力超强的人 他能从一句话当中听出八个意思 您可能就一个意思 甚至是你没啥意思 但是他能听出不一样的意思 不是细腻吧 我喜欢跟那个男同志 男性吧就接近 跟女人你看 出去玩的 晚上出去玩的 那也不管男女玩的 一都玩麻将 那他能管男女 我多想玩过麻将啊 您觉得您的妻子 就不能上街了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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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上街 跟哪里说话就有字 这电话是您打的是吗 来我们节目 对 您打我们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我那工打电话目的 那工是没啥呢 就是 我没这么约付肝脏 这个之前 我也是想 关系给我调解 可以缓和缓和吧 也没啥大矛盾 就缓和缓和缓和 但是 您觉得调和这个关系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达到一个 稍微有点变化的程度 您的这种疑心病 能够有调整吗 其实最大的根源是在 你自己内心 是 我承认是 而且你就怀疑不是一天两天 六年多时间 您在苦心极力地寻找各种证据 证实这一个事情 可是你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确讨的事实 确讨的事实 我就说他电话 打那么多 他不承认有这些 他说 你看我问他 我先问他点 我没说我调答 我先问他点 我说你跟这同学有联系吗 没联系 你像你这样的 就是一个高度的猜忌 猜忌这样的一种状态 精神重压的状态下 你觉得一个女人跟你在一起 能过好吗 您的目的很好 想调整一下过好 您觉得这样的话 能让一个女人 跟你在一起过好吗 我不知道听到现在 我们几位都是女性 而且她们几位都已经结婚了 都可以从婚姻的这个角度 去体谅你 或者去理解你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好不好 老师 真好相反 就是我们认为是 你想离婚 因为你太不守这个妇道了 所以我想跟你离婚 那么这个女的就说 哎呀你别跟我离婚 我是守妇道的 来证明我是清白的 给我们这种感觉 而恰恰相反是什么呀 人家女的不想跟你过了 你能理解我这句话吗 那你还拼命的找 你找什么呀 对吧 人家不想跟你过了 你追我是流氓也好 我是什么也好 都不重要了 我是找这个证据吧 你要证明什么 我证明吧 我想给我两姑娘看 看看这些年 是我受多大冤 还是她妈 我这两姑娘都非常像她妈 就说 我一直说我无力取闹 所以我一直想找证据 看看是我无力取闹 还是 你就是赢了 你在姑娘心目中 就是一个好爸爸吗 你赢了现在 他们就同情你吗 因为他们这几年 肯定也不舒服 是 他们也不幸福 他们并不是因为 你对和错 他们希望有一个 特别温暖的家 至少别这么 吵吵嚷嚷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证明什么呀 就是我们 比方说对妻子怀疑 其实更多的是 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 您现在这个人 拧发着呢 您自己内心这么一拧吧 受罪的是谁啊 先是你妻子 然后就是你 一对女儿吧 是吧 然后就是什么 岳父岳母 还有你自己的这个周边的这些 你的父母 还有你们周边的这些亲戚 就整个人际关系全乱了 这人际关系乱的前提 是你自己得建立起真正的自信 我就不明白 就是说一个男人啊 你苦苦的 你咱就这么说 你是发明成功了 你从三十楼下来 你就摔那个二百多次 然后你就摔掉三颗牙 咱就说摔残了 那你还得怎么活呀 你就更得怀疑这女人了 你想假如咱就退一半步讲 你摔坏了 比方说那个高位结瘫了 然后她照顾着你 然后你还怀疑着她 说你看我高位结瘫了 那我这妻子肯定就得出轨 然后你就在床上煎熬啊 煎熬啊难受 那你就说你再有伟大的发明 有意思吗 咱就这么说啊 再退一步讲 假如说你摔下去了 真是假如说就是牺牲了 咱就做这个假设 你是觉得 我是被伟大的科学事业献身了呢 还是觉得 反正我妻子对我也不忠诚 我活也没劲 死了也没事 反正我就发明报 我能闯就闯出来伟大的事业 闯不出来我也誓死如归 就你现在这个思想 好像已经混乱了 你自己意识到了没有啊 没想那些 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混乱了是吗 没有意识到 其实恰恰就是你这种混乱 导致的你把生活过得一团糟 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种人 你妻子呢 你看现在那搓手 听我说这段话 都未必听明白 就是它是一个极其简单的 就是咱们能吃好饭 然后睡好觉 别打打闹闹的 能就活着就挺好 但是这么一人 你看那搓手那样像小孩似的 然后你呢 在一副斯文的外表之下 你又想着发明吧 救人吧 然后又妻子又怎么又跟男同学打电话 我就不明白你在那从楼上往下 说你要老想着这个 你要出点事呢 所以说你先对自己不负责任 进而你对周边都没有负责任 我觉得问题在你这里 不断地是要求他 你看你就是不对的 然后你对我就是有问题的 其实这一点点需要的是什么 有的时候这挺像小孩的 小孩在不断地攻击父母 不断地攻击他的同伴 证明是我很棒 我是比你高的 所以您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 需要心理上优越感的这种状态 那个没有 说啥就对我别的方面也不关心 你看我在外面那几年打工 工地干活 干不工作也挺辛苦的 一天干十三个点 我回家了 就是我喜欢包饺子 我驴肉羊肉我不吃 我说你看谁要是大爷们 一般我吃着挺挑剔的 驴肉羊肉我不吃 我喜欢包饺子 专门买驴肉羊肉 买驴肉羊肉包饺子 我也不 我要求没有 我自己吃点剩饭 他说我 说我抽白谱 我也没有要求你给我 做这包点什么菜仙来啥的 他反而说我抽白谱 我喜欢吃肉驴肉 然后我妈就给我做 就是孩子回家了 我买点驴肉 羊肉那晚上不散吗 我就从来不吃 那个我觉得这点挺有意思 刚才这个先生说了 你看您跟自己身边的 这个亲友 包括同事关系都不太好 没同学没朋友 我就在想 是不是因为您性格当中 有一种特质 就是有点计较 也许是这么多年 可能您的妻子 真有过那么一次 就买了羊肉了 买了驴肉了 但是 驴肉买过 可能其他的29年 他都包了什么牛肉馅的 猪肉馅的 但您没记住 您就记住那一年 包了羊肉馅饺子了 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有几次才买的 我不吃到 你看我 我觉得就是这样 您都没记住那好的 就记住那一次做好的了 驴肉是有 我承认有几次 但是羊肉一致都没有 关键是羊肉我家孩子 他们也 所以这个玩意 这么多年能记住 也真是够想起一样 我觉得其实这个先生 有的时候 您在故意夸大 自己所受的一些委屈 我觉得您日子 过得没那么惨 但是为什么 别人对你 稍稍有一点不好 您就记得那么清楚了 你的这种方式 已经演变成一种纠缠了 就是恐吓 纠缠 粗暴 然后呢 就是跟你戴的这副眼镜 极不相配 就如果我是看你这个人 就是咱们俩这样一个交流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文质彬彬的一个人 但是看你媳妇说你的那些事迹 又觉得你的内心真的是 他所有问题 他全有不少事 他不说 来这样吧先生 您如果认为您的妻子 很多事都不说 或者说的不清楚的话 我想今天不仅仅是你妻子来了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重要人物 您说您今天来这做这些 其实就是想让你女儿看看 对吧 到底是说我这个爸爸有多糟糕 还是说你妈妈是不是也有问题 其实女儿今天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 而且你女儿已经成人了 25岁了 其实我们本心来说 不希望她进入到你们的夫妻关系当中来 但是女儿 她也是这个家庭的一员 而且她已经长大成人了 我相信在她眼里 对父母是有一个公平的公正的 以及她作为一个女儿的一个评判 所以我特别想听一听 看看她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的 可以 来我们推一下女儿的话筒 这位女士你好 你好 你好 我知道其实您刚才在观察室当中 一直在看着现场对吗 对 我想问您一句 就是您要说实话 在你心目当中 你觉得爸爸和妈妈的这段婚姻 还有可能继续下去吗 我的感觉就是她俩就是不适合在一起 为什么 性格不符嘛 性格完全不合 对 你觉得你妈妈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我妈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就是性格 那你爸爸呢 我爸反正就是因为这些事 他现在变得有点小心眼那种感觉 你觉得你爸爸是一个非常小心眼的人 因为这些年 估计这些年的事吧 我姐和我也不太像着他 像着我妈的 对我俩意见挺大的 就是我俩就是 我爸和我妈吵架的时候 不像着我爸 像着我妈 那你们姐妹俩 为什么会像着你妈妈呢 就是我姥姥家这些事 都是在我小的时候发生的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每年吵架的时候 都是我爸爸提起来的 那对于爸爸和妈妈 现在他们的一个选择 妈妈是坚决要离婚的 可是您爸爸呢 觉得他还想继续坚持 那作为孩子的话 您是怎么看父母的这段婚姻的 你是想劝您爸爸放弃呢 还是想劝您妈妈要继续再坚持 我想劝我爸放弃了 为什么 他俩在一起真的不 就性格真的不觉得 在一起还是一个吵架 因为就是我妈妈这事 说不行 我姐和我是 我爸对我俩意见 就想证明给我俩看 但是我俩始终就是 不相信我妈你有这个事情 你爸爸跟你们说过 想证明给你们看是吗 对对说过 怎么跟你们说的 说就是说 来录节目 主要是给我姐姐和我俩看 他是想证明你妈妈 在外面的确是有其他情况 对 就为了证明这个 一个是这个 还有一个是证明我老家 确实有他对不起他的事 但是作为您和您姐姐的角度来说 你们始终不相信 你妈妈会做这样的事 对 那当时你们有没有劝阻你爸爸 劝了 当时他怎么说呢 他说可以不录节目 也可以不测谎 要求你妈妈去测谎 对对 上深圳我都不知道 上深圳的时候有特殊的专业机构 能撤谎 撤什么谎 就说我跟这友人嘛 说我撒谎 先生您的确提过这个要求是吗 现在要不发现 他什么 这是您真实的想法是吗 真实的想法 问题就他这一年就没说过真实的话 但是比如平常说真实的话呢 就说他没有这事我也相信了 其实这些年就跟我岳父母亲家 闹了一些矛盾 从来没有议会说良心话的时候 现在是谁对谁错还重要吗 还有意义吗 不是 你就特殊是谎了 有意义吗 就不离婚了吗 不是 我同意离了 我就不调一同意离了 问题他始终没说过 我心里面最心也解不开 他始终不承认这件事 要跟你过人家就会说 哎呀我前一段可能是确确实实 我呼着你的感情了 确实我妈我爸做的也不太好 那是要跟你过 人家不跟你过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呀 换句话 他说了你不用测谎了 我说的全是谎话 没一句真话 你会怎么办 其实说句心里话 你也就碰上他了 你要碰上我们这四个 碰上一个 你就不会这么待着的 不可能的 你让我去测谎 我给你上广州 我们来家里就不是特别的富裕 这测谎仪 你是从电影里看的吗 电视上 我在电视上看过几回 说我们这可以测谎 那个有一些 现在是下一个 有电视台有 测谎仪的问题呢 我也给你解释一下 民事案件当中啊 几乎是不用这种方式 那么我们国家就 刑事案件当中 它只是一种辅助的 一个调查的一个方式 那么测谎仪 它实际上就是 在这个这种仪器啊 就是辨别 它会提出 设计一些问题 然后在你回答的时候呢 根据人的生理反应来判断 是不是有这说谎的可能 一个是这种 它并不能说是 百分之百的准确 另外呢 就是说 它这个不能作为 唯一的定案的依据 在刑事案件当中也是这样 只是一个辅助侦查的手段 所以我觉得呢 你这个确实有点 就是 给我的感觉啊 在实话实说啊 确实有点无中生有 因为你说 你调查了这么多年 我从头听到现在 我也没听说 有一件事是说 你妻子跟别人 发生了 怎么不正当的事了 没有一件事是 说是跟一个姓氏名髓 发生了什么事 真的 而且我相信你的女儿 包括她的父母 你可以不相信她的父母 但是你应该相信 你的两个女儿 她都在跟你们一块儿 这个长大 她更了解她的母亲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现在也挺同情你的 你说你折磨别人的同时 自己也挺苦的 你说你老这么胡思乱想 你说你想象力 用在发明上 这是好事 你想象力 要都用在这些事上 那你不自己 不是 她这些年貌 没有这些毛 毛的时候 都跟我说一声 什么跟你过过过的了 这些话没老说 你整个玩意 一分钱不值 跟你过过过 你这些年 要五养威的 把我管的 把她管的丢肉了 我啥时候把她管的丢肉了 我觉得你是个聪明人 你想没想过 就是说你现在啊 已经四面楚歌了 你要再折腾下去呢 就周围的人都离开你了 昨天 昨天我们来一下 她爸 你这后面的路 其实如果真走到那一步 你要你爸折腾去吧 你妈没这事 那事 让她折腾去吧 所以我就说 你如果是想让别人对你好 你是不是用一种 比较好的方式啊 平和的心态啊 这个先生 就是当然了 我们都期待美好的爱情 说我即便我到外面 挣不到钱 我就挣个五块钱 那我回家 这个我的爱人 也这个拥抱我 问寒问暖 但是说句心里话 你认识这位女性 她就不是那种 问寒问暖的人 不问寒问暖 就是我这些年说过 然后呢 说句心里话 您要可爱 她是发自内心的 不是说 我要求我 像一个 像一个要求 必须得表达 人们这种情感 她是 发自内心的 不是我们要求 她说好 那我要求我每天像江氏一样 我抱你一下 有意义吗 不也没有意义吗 是吧 所以我是觉得 到了这个场合 如果你还说 我对这个家庭心存感激 至少你说个暖和话吧 半天我也没听你说过一句 说温暖的话 这姑娘听着呢 你还想给姑娘做出一榜样来 看你爸爸多么好 你说个暖和话了吗 四姑没有考虑这些 因为她在来之前 跟她姑娘说的话 都是我要去证明你妈 是啊 多么多么的 您这话都已经跟姑娘们 这么说的话 姑娘们怎么看你这个爸爸 想尊重你可能都很难 从来我这两个姑娘 就是跟她老人家 发生这些矛盾 从来没有尊重 我一回说 爸是你再这种受委屈 从来没有 我跟我两个姑娘 原先第一年 从来没提过 就她俩 大了这两年 我提过 我结果一提 全给我翻脸 所以我心更不安 本来我这身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事 类似这种事非常非常多 您说的非常对 这句话说到歌上了 您心不甘 对我心不甘 我很委屈 你女儿刚才给了一个结论 说其实你们俩性格 完全不合 不是一路人 过到今天 其实挺残酷的 过得你们都挺拧巴的 到现在了 到场上了 还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女士是坚决地放 想放弃了 男士 其实你想过的话 我也没看出来 你想过的态度 你只是一种心不甘 咽不下这口气而已 对 从妻子来讲 可能对丈夫的欣赏 还有关注是不够的 所以这个男人 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 你们俩的内心 就谁也没有走到 谁的内心世界里去 而且还裹挟了 两个孩子进来 这是最悲惨的 实际上这两个女儿 招谁惹谁了 哪个孩子都是希望 父母是高高兴兴的 是吧 有伤有良的 但是你们俩 把日子过成 今天这个样子 其实你们俩 如果说不过了 我倒认为说一对 这么不和谐的夫妻 过于不过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实际上是 对于你们两个孩子的安全感 以及对婚恋观的一个损伤 因为常年看到你们俩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给出建议 我觉得先生 您最要增加的是一个自信度 就是说您虽然获得了全国专利这样 国家专利发明这样的奖 没有您很突出的成绩 但是您在经营一个家庭的能力上 其实是不够的 然后我对妻子的建议 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女人 其实也不要就跟那个老母鸡下蛋似的 下完蛋了 然后也不管了 就是反正那个蛋会孵出 就是会长的 然后我呢 就这样就差不多就得了 你也没有去 其实你先生他是成长的 虽然说他没有直接挣来很多金钱 但是他这个发明 那我不愿 对你不愿 所以你就亏在这里 其实你也不是那种种钱的人 然后他在那儿 那个就比方在实验跳楼上 你还怕他的安全 其实你是有一些好意的 但是呢 为什么两个人弄成这样 和你这个太粗拉有关 他是一个极其细腻的人 你是一个极其粗拉的人 所以你们俩就是南辕北辙 其实就处在这里了 我觉得家里面本来是一个 这个我叫一个啃老 我们说到一个话题 就是当你说我对家庭的贡献的时候 你特别的坦然 说我爸爸呀 我爸爸那十多万都扔我们家来了 就似乎你在这个家庭中 并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丈夫的一个角色 如果没有这个父母的帮衬 好像你家的日子也过得不咋地 是不是 对啊 所以那这时候 他可能会分开你和爸爸去考虑 他可能认为 这个丈夫在家里有什么贡献呀 但是你说了 虽然我没有贡献 但我带了个有贡献的呀 但是作为一个女性来讲 她评估的只是她的丈夫 她不去评估她的父母 如何如何为我们家的贡献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有点错位 那么纵观你这三十多年的婚姻中 可能对这个家庭对儿女我觉得也欠一点 因为其实我们在实现个人梦想的同时 可能都忽略了他人的需要 然后妻子呢也是一个 她可能对你的这个发明也没有足够的赞美 是你两头不靠谱 要不我就觉得我的精神世界 有一个人支持我 要不然就是我的这个现实世界中 我的这个身体的需要都到满足 可能你都认为你两头都不靠 所以你就认为这不是女人 我的生活为什么这么糟糕 可能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去找自己的原因 我觉得一个我们说四十多岁 快五十岁的一个男人 其实更应该多的去想想自己 如果我就是没有他们三个 我该怎么生活 是吧 那我依然要履行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 而不是说我得证明完了 我再成一个人 证明不证明我觉得意义不大 越证明 其实这个家庭报功率越高 对你的家庭其实并没有带来什么样的益处 也不能证明你就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 同时给孩子还带来太多的压力 我觉得到了这个份上 如果真的不过 我也特别希望我们能好聚好散 至少让孩子知道 我爸爸还真是个爷们 其实还是有点怀才不遇的心态 这个其实您是一个特别争强好胜的人 就是到了这个档口 我觉得您可能今天不是说来挽回婚姻的 而是来向所有的人证明我是没有错的 然后是我的家人和我的妻子对不起我 其实这种心态非常明显 您特别特别的好强 也可能说在这个实际的生活当中 有时候您会活在自己的这个世界当中 所以总会觉得周围的人不够理解您 也不够支持您 所以我在想 其实如果像您这样的性格 如果真的是自己沉淀一下 自己找一份事情干 然后再有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的发明创造 没准也会做的比较不错 但是最这个让人觉得头疼的就是 您可能是一个比较行而上的人 您可能觉得说这个吃的穿的这些不是相当重要 因为刚才您上台来说这个父亲十几万都扔您家里来的时候 您没有那种愧疚的心理 也没有那种不好意思的心理 我把它理解成什么呢 您就觉得可能我做的事情是非常高大上的 钱这事是不是有点俗气了 所以您可能对自己的一些这个精神层面的这种追求还是挺高的 但是可能您的妻子 包括您周围的什么老父亲 甚至您那些舅舅 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人也关注的点在这里 所以我在想 如果说今天从这走出去 即便是不能再过下去了 咱好好的找一份自己能做的事情 把咱那个继续的那个发明创造再继续下去 我觉得也挺好 就是当没有人认可您的时候 咱得先认可自己 等您真正做出成绩来的时候 我觉得一定是会有人认可你的 之所以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您心理上的那种满足感 可能还是因为咱们的工作没有做到家 所以不能从周围的人身上去过多的发泄怨气 先生我不知道今天您不远千里的从内蒙古 赶到我们节目现场 得到的是不是您想要的结果 至少您证明了一点给我们看到的 这个家庭目前是非常糟糕的状况 而这个糟糕呢 跟您的责任有很大的关系 你们的夫妻关系不被您的妻子看好 也不被您的女儿们认可 所以我想可能接下来 您的确是需要一点时间 好好地思考您的婚姻 不管接下来您的决定是什么 我相信您一定不会伤害自己最亲的人 对吗 其实从内心来说 我们说去怀疑他也好 或者去猜忌他也好 源于您还真的在乎他 对 要不就无所谓了 对 如果您不在意他 您就完全无所谓了 正是因为您还在意他 只是选择了一种伤害他的方式 去证明这一点而已 我非常地理解您的这个心情 但是您的这种方式让对方感受到的不是在乎 而是一种伤害 所以我想你带给他的 他也需要时间去消化 所以你说我从这个方面解读呢 先生非常认可 你也从这个角度试图去理解他 他所有做的一切 可能不真的是想揪出一个所以然来 他只是想引起你的众手和关注 你也好好想一想这段婚姻走到今天 是不是你对他的关注太少了 是不是你没有跟他有很多感同身受的一些东西 让他觉得很温暖 你们的婚姻自己去决定和选择 今天来到这儿 我想我们的专家也跟你们说了很多 启发你们的话 我们说夫妻之间需要信任 一味的纠缠 最终只会伤痕累累 但感情却同样需要培养和经营 夫妻之间也要多一些关注 这种关注不光是生活上的体贴照顾 更是一种精神的理解和支持 这样婚姻才能持久 生活才能美满 11月25日 谁再说播出了一期 名为我要找回丈夫的新的节目 在当天录制即将开始时 原本答应来到现场的丈夫 却突然失约 我和我老公六年的婚姻 往台上走这一刻你控制不住了 对 2010年6月 在小王的侄子满月酒的当天 小王在丈夫的手机上看到了一条暧昧短信 由此两人关系开始恶化 6月9号那天我弟弟的孩子满月 头天晚上他带着孩子来了 然后在喝喜酒的当中呢 他喝多了 然后我父母亲说让他去洗澡 他说他要去卫生间 在这期间呢 我父亲把他的手机给我了 就在给我的同时 我看到那个手机短信了 什么内容 老公我爱你 你千万别喝多了 这家短信你确认你现在读的每个字都是真实的吗 对这家短信对于我来说那就是终生的痛苦 这每一个字对于我来说都是 无比的伤害天打的伤害 我把这条信息我和我父母读了 因为我实在一点承受能力都没有了 这样就将引起了一场家庭大战 对屋的门和外边的桌子正好对着 我和我父母就在这读了这条短信 就在我读完的那一刹那 他就把屋里的出轨的玻璃给砸碎了 他拿头装地板 然后我们看他那个出轨砸碎的玻璃 那茬把他那个胳膊刹流血了 把他胸口刹到一条口子 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就是 他恨我们家 他们家人也恨我们家 更让小王无法忍受的是 丈夫竟然和一个大他17岁的女人 关系非同寻常 我一直知道他在外边有别的女人 你见到过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吗 在网上看过那个女人的照片 是现在跟他在一起的这个人吗 应该是 你了解那个人的所有信息吗 了解一些 他也是有家庭的 他不是北京人 然后岁数比我老公大 17岁 你老公多大 31岁 对方呢 48岁 比我婆婆小7岁 你确认吗 确认 主持人我可以还说一点吗 可以 他在他胸前只见闻着那女的名字 你看到了吗 当然能看到了 我们毕竟要住在一个屋檐下 好深啊 所以说这对我有很大的伤害 那你还要这婚姻干嘛呀 我承认我在一直 两年多了在仔细欺人 我不敢面对现实 哎 我给你做个调查 支持他离婚的请举手 支持他继续努力一下的请举手 你看一个没有 这个女孩子其实挺让人心疼的 对 直到今天 她来到现场之前 她还准备了一份礼物 她相信 在这个节目中 她能感化这个男人 老公 我以前是任性 脾气倦 不够温柔 我现在改变了 其实这几年 我内心特别依赖你 只不过不够表达而已 我知道 好多是你心里难受 委屈 我理解 我们以后互相关心 好好的过 给孩子一个幸福的家 祝你身体健康 永远快乐 爱你的老婆 我想知道 你在提笔写这些东西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是哭着鞋的 我受不了了 录制现场 各位专家对小王进行了开导 在专家的帮助下 小王对未来的生活 也有了新的安排 这个我这一辈子 从来不替别人做主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 我就替你办了 撕了吧 不要留下了 没有意思 明白吧 明白明白 我撕了你不心疼吧 现在不心疼了 啊 现在已经不难过了 就让他该干嘛干嘛去吧 刚才王导导导那张卡片的时候 我已经一点 一点 刺里边一点难过 一点 好 这样子 对啊 一点想法都没有了 各位老师 各位观众 人都给你大了 一点幻想都没有了 现在真的特庆幸 加油 两年多过去了 小王已经走出了那段 令他伤痛欲绝的婚姻 那么这一次 他又是为何而来 回想起上一次陆志士的表现 此刻小王心里又作何感想呢 我不知道你此时此刻是怎么想的 就是觉得以前挺幼稚的 然后我想挽回他 为了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 就是一个哭诉 就是心里边充满了怨和恨 但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我现在就是彻底放下了 就是忘记过去 开始美好的新生活 太为你感到高兴了 但是我知道 您走出这一步 做这样的选择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对 你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对 应该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煎熬 对 痛苦 对 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目的是什么呢 现在我过得很好 然后我要以很好的状态去面对以后的新生活 好 为你的变化而感到高兴 那你请坐 我们来好好聊一聊您这两人的变化 那天其实录制的时候我也在现场 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 现场很多的观众 包括我本人 我们都是极力的支持你走出这档婚姻 但是 从录完节目到最后选择离婚 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 对 有两年半 最后办完离婚是什么时候 14年的12月15号 那也就是一个月之前 对 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呢 因为录完了上期节目以后 我还是舍不着孩子 因为我觉得孩子太小 对孩子的伤害也其实挺大的 还是继续回他们家住 就为了晚上能弄孩子和我一起睡觉 再见孩子一面 那时候还是孩子就是我的精神支柱 但是在这期间 我回去也是挺痛苦的 因为他们家人都不和我说话了 我也不吃他们家饭 我每天六点半下班到通州 然后我就在大街上流浪 一直逛到八点半之前 因为八点半孩子要睡觉 然后我在大街上逛的时候 就觉得我很 我无家可归 我就一里不浪 然后在商场漫无目的地逛 那你为什么六点多不直接回家呢 这两个多小时 您觉得是要面对他们家人 要跟他们共处是吗 对 因为回到那个家 也没人理我 然后孩子也是先他们弄着 我要想看一下孩子写的作业 他们会把作业本给抢走 然后早前我想给孩子穿衣服 他们也会把衣服给抢走 您说的他们是指谁 孩子的奶奶 那孩子爸爸呢 他还是继续在外面和别的女人过 他已经彻底不回这个家了 对 当时其实父母是知道 他儿子在外面这些情况的 对 你们当时也没有正式的办离婚证 那为什么当时老人会这样对待您呢 一开始也是阻止过 就是在这个47岁的女人的时候 这老人确实阻止过 就是录完节目以后 然后他和那个47岁的女的是断了 但是后来又有了一个 就是现在一直在一块儿同居的那个女的 应该和他岁数差不多 节目录完以后他看了吗 应该看过 然后他也就是彻底起诉离婚 他是什么时候起诉的 11年年底 那当时怎么判决的呢 当时我还是觉得我舍不得孩子 觉得孩子太小 我没有接船票 最后法院就是没判 就是觉得孩子小没判 这样大概坚持了多长时间 一直到今年7月份 一年多的时间就这样的状态 对 回家了也没人理你 也没人跟你说话 没有 但是你一直在煎熬着 对 我就是觉得孩子就是我的精神支柱 那那一年半 你还寄希望于您的前夫 那时候会回来吗 回到你们身边吗 没有 他起诉完我之后 我就任何希望都没有了 那后来又是因为什么 让你彻底下了这个决心 要走出来 就是因为今年5月份 他又起诉了我 然后法院又开庭了 这次我出庭了 他想让我精神出户 什么赔偿也不给我 我没答应 没有同意签字 法院又没有判 2014年5月 小王的前夫第二次起诉离婚 要求小王进身出户 法院最终没有做出离婚的判决 但在这次起诉之后 婆家人对小王的态度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婆婆更是做出了一个令她意想不到的举动 晚上8点半我到家 然后我拿钥匙开门进不去了 换锁了 然后我就开始砸孩子在窝 没人让孩子给我开门 然后我就打了开锁的公司的电话 也打了110报警 那天晚上一直折腾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 民检来了以后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说是家庭纠纷 也没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 就是觉得他们换锁了 反正我又给叫开锁公司 把锁给砸开了 然后老头老太太他们就走了 我又换了一把新锁 带着孩子跟着里边住 然后半夜12点 老头老太太又回来 他们又接着砸锁 第二天早晨把我住的那屋 因为我住的屋靠阳台 把户丸给拒开了 他们从窗户进来拿了东西 然后又走了 因为他们在外边把锁给砸 然后我想从里边开也开不开了 从外边把钥匙扔下去 给他们从外边开也开不开了 然后我打了119把门给破拆了 那这整个的跟前婆婆的关系 也算是彻底的画上句号了 对 然后因为119来了之后 我就能出去了 因为我和孩子要出去 我就带孩子吃完东西之后 回了我妈家 因为孩子要上补习班 在孩子 我给送完上补习班的时候 再回来的时候 一看我的窝又被砸了 然后我就特别气愤 我也把他们家又都给砸了 然后我就把我的东西 简单的东西拿走了 就一直回我娘家 就从来没回来过 孩子还在他爷爷奶奶那 对 因为孩子要上补习班 孩子今年多大呀 发岁 孩子上小学也要在他们那边 那孩子知道爸爸妈妈发生什么了吗 知道你们的情况吗 他不知道离婚是什么意义 但是他知道爸爸妈妈补和 他从因为我从三岁 三岁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吵闹 就开始冷战分居 孩子上小班的时候就跟老师说 爸爸妈妈不说话了 我怎么办呀 然后孩子这几年一直看着我们 他一直在这环境当中 孩子肯定受了影响 孩子就跟我说 妈妈也我明白 也不能回到从前了 只能重新开始了 我说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周一到周五 周五过去了 还能从回到周五吗 是不是得从下周一重新开始了 这小孩说的话呀 那面对儿子说这番话 作为妈妈 你内心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难受 对 我就觉得这么多年 我就一直为了孩子 但是孩子确实在这环境当中 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当时你怎么回答他的呢 我说大人的事情 你长大了会明白的 但是我们所有人 还是都很爱你的 他这段时间在爷爷奶奶那生活 会给你打电话吗 不会 从来一个电话都没有 那你有多久没见到你儿子了 我一直是每周末去学校接 然后周日下午送回补习班 就在补习班那 他爷爷奶奶就接走了 对 就形成了一种默契了 对 但这期间您从来没有见过他爸爸 没有 只有起诉离婚的时候见过 最后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没有 我们在法庭上没有说话 法院判决离婚的 还是你们最后协议离婚的 就是在法庭调解 后来是怎么样的一种调解结果呢 给您赔偿了吗 多少给了一点 然后孩子的抚养权归他 我周末可以探视 可以接过来 2014年11月 小王下定决心向法院提交了离婚起诉书 为了更快地摆脱这段婚姻 小王没有在赔偿款上与丈夫纠缠 只是拿到了很少的赔偿 而我们发现 从2014年5月小王的前夫第二次起诉 到2014年11月小王这次起诉 前后隔了六个月时间 那么这段时间小王在做什么 为何迟迟不起诉呢 因为在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一直是和他们家在吵闹 因为这个换索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我想找一些证据 这两年我一直没找 是因为我觉得必定 还有个孩子 还有感情 不能把事情做那么绝 但是我一直这么忍着 人家却步步紧逼 都不能让我进家门了 我进家门有什么目的 不就是想看一眼孩子吗 这一点的要求都不可能了 我还有什么顾忌啊 所以你当时就觉得要痛下决心了 对 到11月底的时候 我找到他和那个女人同居的地方 我看到了他们在一起 因为是合租的房子嘛 你进去了是吗 对 他们肯定不承认这件事情 那女的还跟我理论 在理论的过程中 他说我不愿意让他上这住来 我让他回他家住 他不回去 他妈让他回家住 他也不回去 他租住的地方和他们家本身的房子 就是前后小区 这是越危险的地方 就越安全啊 这次你的出现 对他们的关系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了吗 这个现在 他们还在不在一起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有了证据之后 我第二天我就去起诉了 在那次节目录制的时候 大家其实就已经 非常不看好 你们的婚姻和感情了 觉得完全是没有机会了 但是刚才我们在看回顾的时候 在节目最后 您还是非常执着的 也是非常痴情的 仍然是还给他买了一个小礼物 想送给他 还给他写了那么一番深情的告白 老公 我以前是任性脾气倦 不够温柔 我现在改变了 其实这几年我内心特别依赖你 只不过不是表达而已 我知道好多是你心里难受 委屈 我理解 我们以后互相关心 好好的过 给孩子一个幸福的家 祝你身体健康 永远快乐 爱你的老婆 我想知道 你在提笔写这些东西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是哭着写的 我受不了了 我心里边有多少伪计 多少男生 我昨天我做的以前是有不对的地方 但是我也 我也六年当中付出了不少 此时回顾自己当年对丈夫的那段申请告白 小王的内心于几年前又有着怎样的变化呢 我觉得那时候真确实挺傻的挺幼稚的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挺可笑的 总觉得想用自己的一片真心和诚心 换回他的一点良心 对 但是没想到从金木离开以后 他不仅没有放弃他的在外面这样的一种行为 对 甚至是变本加厉 这个过程对于你来说其实特别的煎熬 对 现在在这说挺轻松的 但是觉得每一天都是当一年的时间在过 感觉就跟监狱似的 在我离婚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想要孩子 因为孩子要在他们家里边上小学 因为我们家孩子是比较内向的 而且又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 心里边受到了伤害 他都不跟生人说话 然后他现在在小学已经到二年级了 已经在这个学校跟老师跟同学已经习惯了 都熟悉了 如果我再给他转校 又是让孩子从陌生的环境当中开始熟悉 所以说又对他也是一种伤害 所以说到孩子你现在 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心里还是非常痛的 去年我生日的时候 孩子给我画了一幅画 因为我的生日正好是11月15号 是星期五 本来我想是可以接孩子一起过生日的 但是那周孩子不放假 学校周六要上课 就没法和孩子一起过了 在我上星期接他回来的时候 我说下周五是妈妈生日 你也不能放假 我也不能跟你一起过了 然后你送妈妈什么生日礼物 孩子说我给你画一幅画吧 就这幅画 对 但是这幅画他没当我面前画 我也不知道 直到周日我送他上补习班的时候 他一直拿着这张纸 是折一起的 然后我还问他 你拿一张破白纸干什么 他说我要给你画画 我说在路上怎么画 一直在坐公交的时候 他也拿着 我在他上外边吃饭的时候 他也搁桌子上 我还差不点给他扔了 我说一张破白纸 拿着他干什么用 我画画得重新拿纸画呗 直到快到补习班下车的时候 孩子给了我这张画 而且是扭过头掉眼泪了 他知道我肯定会更伤心 会哭 他不会让我看见他掉眼泪的 其实他当时已经画好了 对 他早就画好 他一直手拿着 快下车的时候他才给我 而且他是扭过头掉的眼泪 他不会让我看见他难过的 他知道如果我看见他难过 我反而会更难过 他知道可能在他给你的那一瞬间 他也会哭 对 所以他一直都在手上 把他攥得紧紧的 对 找一个机会再给你 对 我不知道孩子在画这画的时候 心里边是多么的复杂 我们看一下 祝妈妈生日快乐的画 等我长大了 有钱给妈妈花 妈妈现在给我 给我花 我谢谢妈妈 我谢谢妈妈 妈妈生日快乐 我祝妈妈身体健康 我要对妈妈说 我爱你 他这边画的是一个小女孩 因为有辫子 上边写的是妈妈 然后方块里画的是妈妈说谢谢 然后这长条桌子上边画的是各种吃的和蛋糕 这边画的是小男孩 这是写的他的名字 然后这边也是他的名字 祝妈妈生日快乐的画 底下写这几行字 他还用尺子打上横线 我每次看到这画的时候 我都会流泪的 我就不知道孩子当时的内心得多么的痛苦 写出这样的画 您接到这幅画以后 孩子就去上学了是吗 对 就是在七月份 我刚跟孩子分开的时候 我有十多天没见着他 他上补习班 我去补习班接他 然后又给他送回来的时候 他会跟我说 眼里寒上眼前说 妈妈你走吧 你走吧 他不会照别的孩子说抱着妈妈哭 说别走 其实他的心里边是舍不得的 但是他会眼里寒上眼前说 妈妈你走吧 你走吧 提到年纪八岁的儿子 小王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 在现场几度失泪 在这段婚姻中 他最割舍不下的 最不愿伤害的就是孩子 那么建议老师从孩子亲手画的这幅画中 又会解读到什么信息呢 你觉得那左边那个 你刚才说是个小女孩 你觉得那个小女孩是你吗 对啊 因为他上面写着妈妈两个字呢 对 那你刚才干嘛说是小女孩呢 你应该说左边那是我 你第一本能的没有反映出这个 你说左边是个小女孩 其实这都是人的潜意识啊 其实从你在你儿子的心目中 一个是可能在他的八岁的这个世界中 可能就是小男孩小女孩 对不对 但是这个辫子恰恰其实跟你的发型是蛮像的 是吗 但你又解释他是小女孩 实际上这个时候暴露的是你现在的潜意识 人的潜意识又告诉我们 其实心理学右边代表未来 也就是孩子实际上是潜意识中 把自己画在未来的方向了 那就是说一个男孩子实际上是在寻找人内心的一种力量 这个外边这花边的圈是他自己画的吗 其实这个呢也代表一个心理学的解释 就是这个孩子可能在人际关系方面 你要多加对他注意 他现在我就觉得他比较与人家接触 他就挺胆小的 我带他出去玩 他不会就跟小朋友一起 跟别的小朋友一起 他也不跟人玩 他必须得跟他见过三次以上的面 熟了之后 他才慢慢的跟你说两句话 然后跟你一起玩 但是第一次他绝对不跟人一起玩 你需要积极引导他 向乐观积极开朗 从这方面去积极的去开导他 我们在这幅途中啊 我就觉得您的孩子 可能跟更多离异家庭的孩子 他有相似的地方是孩子的迅速成长 比如他画的这个画中 妈妈在桌子这一侧 而孩子在另外一侧 如果我们看到那种生活在健康 幸福环境中的 因为有些离异 依然孩子也是很幸福的 更多的孩子可能画的是跟妈妈在一起的 两个人挨得很近 因为刚刚八岁的孩子 他需要妈妈给他一些爱 同时他认为在妈妈身边他会更安全 可是这幅图呢 两个人就像搞一个成年人的一种小聚会一样 桌子这头一个桌子那头一个 而且这桌子还画得那么远 还不是一个圆桌 非常长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孩子表达了爱妈妈 但是在心理上 恐怕对妈妈还是有一个距离感 这个也是我比较困惑的问题 因为我只能周末才能见到孩子 平时也没有联系 其实我看到这幅画吧 我觉得有点担心啊 因为这里面的传递的情感都是用钱 我长大了有钱给妈妈花 妈妈现在给我花 我谢谢妈妈 好 就有可能由于这样的一个婚姻的解体 使这位女士特别想表达我如何爱孩子 可能我有没有地方去 干脆我领着孩子出去 可能去商场吃饭买东西买文具 那可能儿子就会认为 我来自于这个妈妈 她对我的爱可能就是给了我一些物质的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开始学习做母亲 学习做一个离异家庭的母亲 我怎么和不和我一起生活的儿子 我们怎么能够建立情感 对 另外我觉得就是对你和你儿子呢 我有一个建议 因为我和我的女儿是每天都要聊天 所以我希望你呢 就是说24小时开机 这个孩子无论在什么时候需要你 他拿起电话都能找到你 都能跟你聊天 而且你鼓励他 就是他想给妈妈打电话 就随时可以给妈妈打电话 他就是心里边有点胆怯 他给我打电话 我说你想妈妈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行但是他也从来不打 因为还得跟他奶奶让他奶奶给打嘛 到时他奶奶也没阻拦过说让他给我打电话 但是他小心着他内心里边自己就觉得 说的我跟我妈打电话 我奶奶会同意吗 或者说他在姥姥家我当给我奶奶打电话 我妈会不会高兴啊 他自己内心就是揣摩我们大人 我倒觉得这是一个点啊 比如说孩子跟您在一起的时候 您去跟孩子谈 你现在想奶奶吗 你想爸爸吗 然后妈妈给你拨个电话 你跟奶奶说说 跟爸爸说说 让他会觉得在这一方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跟另外一方沟通和交流的 其实现在除了谈到孩子之外 我觉得你真的是已经彻底放下了那段情感 对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真的是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 包括你的穿衣打扮呀 对吧 完全变了一个人 就是我老去逛街逛商场 然后认识了一些祷告商场的朋友们 然后他们让我得改变 确实也是我应该确实应该改变一下 以前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怨妇 就是一个大妈形状的 后来认识了这几个朋友之后 他们也会给我一些建议 穿衣打扮之类的 人外在改变了 然后心情也就好了嘛 以前你在那段婚姻当中 是很少出去交往的 对不对 对 除了工作下班以后就回家 对天天就是三点一线 那自从离完婚姻以后 你发现首先是要改变自己 对 以前我是把孩子当成全部的依赖 当成精神支柱 然后现在我的时间也多了 我自己也去好好唱一下歌 去发泄一下 你自己还去唱歌 对 就是去发泄一下 就是能呐喊出来嘛 然后去带个孩子 捋捋游 泡个温泉 然后有时候也去 蒸一下桑拿 还包括打打羽毛球 剪一下身 这个转变是因为朋友启发你吗 还是您自己想去做这样的改变 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朋友启发 然后有一小部分是因为觉得 应该改变去尝试一下 我知道您从离完婚姻以后 其实交了很多的朋友 就开始喜欢交朋友了 今天现场还来了一位您的朋友是吗 对 是哪一位 我发小的妹妹 我们都住一个地方 好 那我采访一下她 你觉得这个姐姐现在跟两年前有变化吗 变化太大了 变化太大了 对 在你眼中她的变化是什么呢 她现在比较坚强 而且面对过去能够释怀 而且现在变得漂亮 完全不是以前的那样一个怨妇型的女人了 从她经历这些一直到现在 我也知道她成长了许多 她现在跟你们在一起都聊什么 什么都聊 聊不完的话题 聊不完的话题 比如说 出去旅游的经历 还有很多很多她的爱好啊 不会挺以前过去的那些伤痛 那些痛苦 所以说她变化很大 好 谢谢你啊 那从这个妹妹眼中的 你也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我想这个变化其实承载着很多很多 你背后不为人知的一些痛苦 离完婚以后 这些朋友 结交这些朋友都是怎么认识的呢 去年三十分学车 因为十年前我家人就让我去学车 我就觉得我特别的胆小 我学她也没有什么用 我就一直没学 但是今年三月份 孩子已经上小学了 而且我也知道早晚要面临这一天 要离婚的 要开车接孩子送孩子嘛 然后就去报了名 学了车 现在驾照拿到了吗 拿到六月三十号就拿到了 哎呀太好了 祝你啊 谢谢 也是人生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呀 对 跟我三个师父一起学车 从师徒关系 到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关系 然后现在也可以说是家人的关系 包括和他们家人 孩子都在一起 有时间去吃个饭呀 孩子 尤其我们家孩子比较胆小 他们家 他们的三个孩子 也都是上一二年级 也有同岁 又都是男孩 然后就想在一起多玩会儿 让孩子们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你这一步跨出去以后 发现外面的世界和天空 原来那么的广阔 对对对 现在回想起来 以前挺幼稚的 而且什么都是不敢面对 都是在选择逃避 就包括任何事情 第一步迈出去了 以后也没那么复杂 你说的这个话特别对 就是我们一个人想帮助别人 一定是他自身想改变 才能够吸取到别人的能量 如果说你自己不愿意去改变 就像你上次做节目那样 其实很多人都想帮你 包括我们 包括我们的主持人王芳 还有那么多的观众朋友 其实都想帮你 都想让你早点出来 但是那个时候 似乎你依然在你自己的世界里头 是出不来的 似乎你已经说到了一个开阔地 不应该再给你拉到 扬长小道里去 但是呢 还真得跟你说两句 你想想看 如果假如想 当初我们专家的一些建议 听到耳朵里一点 不要那么偏执的情绪化 是不是这两年 你会赢得更多的时间 处理好自己 就是两年前 也许你就穿上这件 非常令你开心的 这样的一个红衣服了 对吧 但是呢 你当时听不进去 你就在你那个 偏执的思想轨道里前进 对不对 那你其实下一步 不管你交了多少朋友 这些朋友 人家都有人家的生活 不可能随时跟着你 你将来要处理的 仍然是如何调整 自己偏执的性格 对 听完您的故事之后 我就感觉 您的确是 换了一个人 由过去背着沉重的负担 步履艰难 认为人生 没有希望 天都塌下来了 以后的日子会怎么过 而到了今天 生活变得丰富了 那么在过去 有可能您想的不想的一些事 对 你就觉得 我就是自己之前设定好的那样的一种生活 就慢慢慢慢的往前走 这辈子就这么着了 对 但是人生不经历事 我们不可能发现什么会是财富 虽然说两年多的时间 在我们看起来 的确是有一点时间太长 但是您会悟出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 怎么能达到一种自愈的效果 我们自己才是最核心的那个力量 其实你看啊 你们两口子之所以没过好 就是你先生那个人呢 是一个冲动型人格 当时你来节目书所据述的是 他和一个大17岁的女人在一起 然后还身上有纹身 你看多么冲动的人呢 对不对 他难道不知道这个纹身留下印记 对家庭的伤害吗 然后很快呢 他又跟那个人分了 然后经你刚才描述呢 就又有一个人 那可见这个人其实是很冲动的 那你们两个都非常情绪化的两个人 我永远要说到孩子 你现在虽然说一周只有两次机会 好像是客观造成了你 是只有两次机会能见到孩子 但是你想想如果翻过头来啊 你的人生要一步步走的 不那么偏执 不那么情绪化 是不是也许儿子现在的局面会好一点 你说呢还是要冷静地改造自己的性格调整啊 我想电视机箱肯定有很多跟他一样的 深陷在婚姻的痛苦当中 却又无法自拔 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面对种种复杂的问题 我想看到你以后 可能会给电视机箱很多的女性朋友 或者说遭遇此类问题的一些朋友 一些积极的正能量 就女人该如何去迎接自己新的生活 这可能是我们要从内心去解救自己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啊 我刚才看到你的时候 我觉得哎呀 这怎么有点像到了那种刚刚走入社会 二十来岁出头那种女孩子 很兴奋 很开心 很想跟大家分享 你看我多么快乐 你看我哎呀 像汇报 我觉得这就是什么 就是过去以往 这是个中规中矩的女孩子 她就想了 我有了婚 有了孩子 我就一辈子了 是吧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还能够有多么快乐 我的快乐可能建立在我的家庭 我的孩子身上 终于她发现 哎呀 我要真正的让自己高兴 真正的能够留住任何一个男人的心 那我得干嘛 我得有价值 过去不知道怎么活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人原来可以这么活 对 我以前我觉得我三十多年了 然后三十年前都白活 所以您的今天这个形象呢 给了我们电视机前很多遭遇此类问题的一些女性 我觉得是一些积极的动力 对对对 这个动力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要向电视前观众朋友去传递和传播的 就当一个男人背弃我们 或者说对我们就是不仁不义的时候 其实我们更应该自己学会美丽转身 当然说被离婚也好 被分手也好 然后我们在被之后 然后能够活得精彩 这也是也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但是更多的女性可能是在一段那个 就是对我们不公平的感情 或婚姻当中选择的是死缠烂打 然后呢非得不到黄河不死心 然后看到了一个烂结局 看到了一个不堪入目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心灰意冷 甚至心灰意冷了 我们仍不放手 还要折磨自己就是三几分 我觉得这个是好多女性应该思考的 当然有人会说 王老师这话说着很容易 对吧 说尤其对一个有孩子的女人 哪里那么容易就能够那么美丽转身 就跟你似的 你虽然是被离婚 可是你真忍过来了 你是不是觉得现在挺开心的 但是你忍的那个过程 是挺漫长的 对很漫长 是吧 就跟那个珍珠的一个形成过程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当然有能力的 最好去做第一步 美丽转身 能力稍弱一点呢 我们就是在被别人怎么样以后 由被动转为主动 我觉得这也特别好 当然如果还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第三步里就死缠烂打的这些女性朋友 我倒劝你们要向她学习 一个婚姻的解体 因为有孩子 所以你的角色就有了特别大的改变 可能你没有了一个妻子的这样一个角色 但是你依然是个母亲 尤其是你如何和这个 你可能一周见一次面的儿子 如何相处 其实是你最大的课题 对啊 通过孩子去传递一种情感 妈妈是一个感恩的人 那你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同时呢 可能更关注去问她 你的上课的一天都做什么呀 你的同学都是谁呀 老是什么样啊 给我讲讲上学有趣的事情啊 就是一定要不断的 她可能不爱说话 没什么 挺好 往细节上走 慢慢的你和她形成一种什么呀 就是我儿子每天愿意跟我讲她的故事 然后你的也要跟她讲 妈妈今天昨天上班 前天上班有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就让你们开始觉得 我们还在各自的生活中存在着 刚才王阳老师给的建议挺对的 就是在孩子方面的教育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我面临以后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去面对下一段感情 好 这个问题非常好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当然也是你今天来这儿的意义所在 因为过去在婚姻中是因为男性背叛了我们 然后可能我们容易丧失的是对异性的这种信任感 尤其是他又不是一次伤害你 可能还有过第二次甚至更多 所以呢你将来如何建立对男人的信任感 恐怕这个是你内心必须要自己提升的力量 如果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你以后的什么呀 婚姻或者是爱情都不会顺利 因为什么呢 你又需要男人 但你又不信任他 这个滋味是很难受的 第二点我觉得就是你要解决你的情商提高的问题 你要解决作为一个女性 你过于情绪化这个问题 你应该锻炼自己的情商呢 要学会什么呢 换位思考 我觉得你可能就是自己情绪一上来 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问题的时候比较多一点 你应该现在学会要在第一时间 尽可能的在第一时间换位到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这样你的情商就能较为迅速的提高 我觉得如果你能把这两个问题就解决好 我是站在我个人的理解角度 我觉得可能你未来就会平顺一些 嗯 这样 我想先听听马老师啊 从异性的角度 因为男人知道男人要什么 在婚姻中 一般而言啊 男人更喜欢一个温柔和顺的妻子 这也符合中国的传统女性的一个角色 当我们想怎么爆发脾气就爆发脾气的时候 当我们不管不过的时候 丈夫就可能渐渐的走远 而婆家都会觉得 这儿媳妇不好惹 于是乎矛盾就会加剧 建一老师所提到的情商 我想也许对您来讲 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们就说最直白的 街道上的或者村里的 哪家的儿媳妇受人欢迎 咱就跟人学着点 这最直白的最直接的 比如说 您为什么喜欢到那个发小家里去呢 我相信是因为他能够接纳你 能够耐心倾听 当您在家庭中也扮演一个这个角色的时候 家里什么公婆呀 老公呢 就愿意把事跟您交流 所以就从一些小事开始做起 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下一段怎么找啊 先看看整体家庭 我们找那种温柔和顺的家庭 街坊林律说 那谁家这人不错 咱就奔那家走 对 您说的挺对的 其实我理解婚姻啊 我觉得婚姻就像一场舞蹈 她是一个双人舞 所以你要先了解你是跳什么舞的 如果你说我是跳慢三的 那你就找一个也跳慢三的人 那你们就会和谐 那我就害怕 有的女性她说 我就找一个舞蹈高手 管她跳什么舞 跳的就是那么帅 跳就那么好看 那可能人家是跳快四的 然后你们两个人就不协调 是吧 然后谁都在各自的领域中 谁也不改变 所以我是觉得你先了解自己 好 如果说你认为我 哎呀将来我要喜欢的那种家庭模式 是互相商量 有商有量 那么好 那么我就要找一个 哎 比较能够倾听的 脾气比较温和的人 如果你说哎呦不行 我想找一个做主的人 那么你一定要找一颗大树形的人 他愿意帮你遮风避雨 愿意拿主意 如果你说不行 我要成为我们家庭中的引领者 好 那你可能就会找一个 哎 愿意欣赏你的人 所以我就了解自己 在婚姻中是最重要的一步 您看实在说 常来的男嘉宾 王导是一种风格 我 施钢 胡邓 霍律师 陈旭律师 这是六个男士 虽然都在实在说的舞台上 今天时常出现 但是每个人各有特点 您觉得 您 咱不要因为我在这 你就说我好啊 就这六个男士 您更倾向于选择哪一种类型的呢 我其实真的对马建老师 平时的印象 我觉得马建老师 就是一个挺随和 比较好容易接触的人 随和型的 对 那就得了解了解 我爹是个什么人 对 我爹比我孩子要好 对 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是什么 就是家庭培养人 家庭塑造人 为什么说 这个谈恋爱的时候 先见见将来的公婆 这边先见见岳父母 是因为在他们身上 能够看到将来的孩子发展趋势 这个是肯定的 然后我觉得 王导是一个比较幽默的人 你为什么不选王导呢 我这里没问你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 王导比较幽默 我不是那种幽默的人 就驾驭不了这种类型 是吧 那你就笑不就完了吗 他幽默你就去笑就完了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 没有全部打开 我没有那么特别的了解 一个男人内心所需要的什么 想的是什么 更多的是希望对方能够适应你 对吧 对 我希望别人能懂我 然后能了解我多一些 这样 我就不会太累 我明白了 就你会觉得你喜欢的 可能很好的类型 你喜欢 你也愿意去欣赏他 但你觉得你驾驭不了他 对不对 对 你更多的是希望这个男人 能够更多的去了解你 比如是马老师这样 善解人意比较随和的 他不太挑 他能够走进你的世界 慢慢了解你之后 懂你 你们这样才能够契合在一起 是吗 那我把这问题反过头来抛给你 你觉得马老师这样的人 适合找个什么样的人 都说只要找互补的 马老师应该找一个 比自己稍微厉害一点的 说对了 他看完天看得挺准嘛 你看在家就没地位 对啊 那实际上他在形容他自己嘛 实际上人解释别人 是在解释自己嘛 也就是说他认为他自己 其实挺厉害的 完了实际上找一个随和一点的 是不是这意思呢 其实我觉得我并不厉害 我就是想找一个他处处能成 然后我就是小女一人 或者我是小孩似的 我是种种种想被保护 被呵护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他解释的那幅画 小孩 第一反应为什么说是一个小孩 对 他始终把自己当成小孩 对对对对 其实这恰恰是他的问题 问题所在 是个问题 这是个问题 这是个问题 这也是你的 这也能解释通了 就是你儿子为什么把那桌子画那么长 就是他 你想啊 你本来是应该跟妈妈 去给他安全感 给他力量的 他才会把那桌子画短 他之所以画那么长 上面隔着那么多蛋糕呢 那就是说明你实际上 也跟一孩子似的 在儿子的潜意识中 实际上你还不足够能给他安全感 就你还像个小姑娘一样 我觉得你现在的这个阶段 因为刚刚走出来 就是说不要着急 做好你自己 做最好的自己 做最好的妈妈 就即使我们现阶段 没有碰到合适的爱情 或者合适的对象 那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要靠机会 相信爱情 第二个就是学会经营 现在我们站在这样一个年龄 和这样一个阶段 我们是有一个儿子的妈妈 所以我们在找朋友的时候 就不能以一个小女人的心态 去考量 找的就很可能也是一个再婚家庭 所以两个人 从组家庭的过程当中啊 比初婚要复杂得多 涉及到你的孩子的问题 他的孩子的问题 所以生活更要聪明一些 更要动一些脑筋 怎么样两个人才能走在一起 而且选择什么样的人 就找你自己最看重的那一点 这个人身上最吸引你的地方 还有一个我想对您自己说 一直在强调说想做一个小女人 我们刚才谈到了 这是多少女性的梦想 但是一定要考虑到 咱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 大多数都是公姻家庭啊 就是我们把内心的一些东西 我们人呢是都不方便的 不要说我一味地形成一个依赖 你说什么我就跟着你 那我就要替男人问一句了 人家是娶个媳妇呢 还是要找一个小孩带着呢 这是个问题 其实你试想一下 没有这个男人 难道你现在过得不好吗 难道没有这个男人 你就不能过吗 一样可以过得非常精彩 对就是 只是我们有时候 真的是太过于把自己 放在那个角色当中了 对就是把自己想象的东西 没有自信 其实最失败的一种女人 是什么样的女人呢 你让她做大女人 很坚强地支撑起来 她又没那个能力 但你让她软下来 听男人的 她也没那能力 然后呢她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然后但是发起脾气来 像个泼妇一样 这是现实生活中最失败的一种女人 所以说呢 千万不要走到那样的一个女人的那个堆里头去 那种那个注定是要在婚姻生活中失败的 我一直认为啊 就是做一个独立的女人最好 就是说你自己经济独立了 你不完全依附于别人了 那你就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 当然我觉得如果你布一段婚姻以后 你太自我了也不行 因为你共同组建一个家庭 就以家庭为核心去考虑问题 也不能完全地自我 所以在没有婚姻之前 或者在婚姻当中 都要保持你的这种独立性 我们常说这种全职太太是 全世界职业风险最高的一个职业 我见过婚 我生过孩子 但是我没经历过爱情 所以也许我现在就像一个小女孩的 我就是老是憧憬 其实每一个人对同一个词啊 比方说对于女性温柔的理解 对于男人坚强的理解等等等等 其实人是个体的 她的思想一定是个体的 她站在她自己的角度 她理解一个大家可能通常认同的 也许站在她的角度 她可能有她自己一个独到的理解 我觉得这都是要被允许的 其实从这位女士 你现在的状态呢 我倒觉得其实你调整 继续调整你自己 是你非常重要的任务 对 我就觉得我这两年当中 认识的所有的朋友 还有我的家人 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我在此都挺谢谢他们的 我特别喜欢 朋友别哭这首歌 但是每次听到的时候 我都会哭 因为我会很感触 我最喜欢最后一句话 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 这份情 请你不要不在乎 我也在此感谢所有 帮助过我 和关心我的朋友和家人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因为我都会不在乎 我都会哭 我既然是你心灵的热处 我要别哭 要相信自己的路 我都会珍重 有太多默然窒息的退路 其实我这几年的经历 我的朋友们都了解 他们的感触确实也挺大的 所以说给我达到了很大的帮助 无论是精神还是心理方面 其实就像这首歌的歌词里写的一样 你所经历的苦 我也有感触 他们也有感触 真正能跟你成为朋友的人 他们都是懂你的人 在你最需要他们 最需要感情的时候 有这些朋友陪伴着你 最后我想说一句 实在说就是我的娘家人 如果我以后幸福了 然后我希望主持人和各位专家 还有编导能够为我见证 非常愿意去参加你的婚礼 但是也希望你在流泪的时候 需要倾诉的时候跟我们联系 我们会一直做你的朋友 那我有多了很多的朋友 好 谢谢 加油啊 好 谢谢 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 朋友别哭 要相信自己的路 红尘中 我有太多愿意 让痴心都退出你的口 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 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 是你心灵的归宿 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 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